就是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第三章的MultiButton 首先MultiButton 就是我们在上面可以布局 那当然我们先从简单的上面先做三个按钮好了 那再来慢慢演变成多个按钮 那也许就像一个手机一样可以输入 那输入完毕之后上面可以显示号码 OK那大概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结果 那结果我们先来秀一下 这上面底下有个012对不对 你按个0 它会有012 就类似像这样你按个按钮它上面会显示出来 就先第一个阶段先大概完成这样 那第二阶段的话再来做复杂一些变化题 OK那首先这个地方要怎么样键 其实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原则上以后的RUN法都差不多 第一步呢一定是新键 一个New一个什么呢 New一个Android的Application Project这个地方 把它点下去 那一样的话呢因为这是第三章 所以我们就接去03好了 底线你就给一个MultiButton Multi或者什么MultiB B-U-T-T-O-N 你可以名称可以自己订好 OK 那底下的话Package name 指的就是说你将来你Source里面 放在哪个名称 那这这个地方有个Package有点Domain的一个 这边记得 比方说Example 如果Example你将来要丢到那个Google Play上面是有问题 你这边前面可以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不一定COME 你可以改EDU也可以的 比如说你这边的话我们改自己 学校的名称好了 比如说EDU 然后后面的话我们是什么 UCH 我刚好查了一下 UCH 就是这个缩写 进行的缩写 然后后面就是这个专案的名称 OK 然后底下的话我上礼拜讲过了 你初期初学者请各位全部都用2.33好了 这样子比较简单 也比较不会错 OK 全部都2.33 等到你将来熟悉之后 建议各位你再去找最新的版本 现在API的版本 应该已经到20 21了吧 所以你可以再去找新的 没关系 21 22 现在Google的update速度太快了 其实就我最早 刚开始教的时候 才到API的前面的版本 现在没想到一堆 不过早期 可以全部装没关系 不过现在建议不要全部装 因为全部装的话 你光download那API的话 大概 最少的5G 6G以上跑不掉 你光要download这些环境 就会花很多时间 而且 你载下来之后 除了耗费你的硬碟空间之外 你run起来要漏也是会花时间 所以不建议你装那么多 就装主要的就可以了 OK 那这里的话我们选2.33 2.33 OK 那这个地方它有个 新名的部分选择None好了 因为不要不检主题 因为后面的4.X的版本 有这个新名 但是2.X的没有 你就先不要装好了 OK 下一步 然后下一步 下一步 OK Icon的部分都下一步掉 OK 那它会帮我进一个Activity 名称就是Man 这个是写Source的 写程式就这里 有没有 然后呢 Layout指的就是前端 UI的部分 所以 UISource 这个是外面这个里面嘛 OK 然后按完成就可以了 好 那你会发现呢 它会自动帮我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Activity 这个Man 这个Man指的就是说 我们的预设的那个UI环境 那上面我要放什么东西呢 好 第一个先新建专案 建了专案之后的话 在上面布局 布局什么呢 电话号码跟三个Button 就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的话 要怎么样布局上去 我建议各位比较简单的方法 各位可以先看一下 开起来之后 它预设会给你一个UI 但是呢 你会发现 重点来了 这个地方的概要非常重要 因为一般 书上面 一般的书上面 教都比较不会教图形化的 编辑工具 大部分都直接教你什么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直接去买书来看 他都教你用这个 怎么呢 XML的Editor 在XML的Editor 你会发现 看那个国外的老师在教的时候 歪你就打 就切过来之后 介面就做完了 哇 太厉害了 而且很复杂的介面 他居然就用这个来拉 但也OK 绝对没有问题的 像我看大陆的视频 还有国外的视频 哇 超厉害的 不过说真的 那老师厉害 可是学生看半天 应该还是不知道 老师在做什么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建议啦 图形化介面怎么做最重要 为什么你要拉 刚刚的这个画面 其实图形化界面就可以了 怎么做呢 第一个建议各位先把layout 它预设是叫relative layout 我建议你初学者不要用relative layout 因为relative真的不好用 怎么说呢 它拉来拉去 而且会互相关联 如果这个跑掉 底下全部都跟着跑掉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玩过relative layout 就像上礼拜那个东西一样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是初学 我建议你可以把它change一下 change哪个layout 这边有 你在这上面点它按右键 这边有叫change layout 所谓的change layout就是说版型 不要relative 我们一般建议初学者用linear layout linear是线性的 所以线性就是从上排到下 反正无所谓 一直排下去就对了 也不会跑掉了 反正就顺序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vertical 就是垂直的 一直垂直的往下排 当然底下还有一个holding round 就是横向排 所以你要纵向横向都没关系 那不然我们这先用纵向的预设这个案确定 改了之后这上面就会是什么 其实你看这个图就大概知道了 有没有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样的形状 表示说从上到下 然后里面会有一个什么呢 会有一个testview 那这个testview呢 预设这个testview 我看干脆把它先砍掉好了 我们先把它砍掉 那你就把它save一下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版型是linear layout 那我要把它里面放什么东西呢 放电话号码 跟三个button OK 那这个地方怎么放最简单 第一个把它改成 按右键记得 这边有个change layout 改成linear layout 第二个的话呢 在上面呢 我们就放testview testview有好几种size 我们干脆用最大的好了 large test 这地方拖拉过来 放开 然后你可以把它拉宽一点点好了 拉到底 OK 这样的话是最大的 那再来的话 你就把它名称改成什么呢 改成叫电话号码 帽号就可以 第一个拉过来 底下的话会有三个button 三个button怎么拉最快呢 先拉这个button 按住不要放 一个 那怎么全部最大呢 按住它拖拉过来 到底 match parent 放开 再按右键 去更改它的什么test 这里的话你可以输入一个1就好了 按一个确定 上面就变1了 好不好 跟这一下 应该是0 所以按右键 adtest 这边把它改成0 我们做012好了 OK 那一个做完之后的话 再换下一个 拖拉过来 拉过来 放开 按右键 adtest 有没有 1 那除了这边拉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怎么样 我有的时候习惯是从这边按住不要放 往上放 按卡锁键 你会发现一模一样的出现了 这样也会比较快 当然比较快 尤其是你在做多按钮的时候 特别注意 这个这个这个就是 点它往上拉 的时候 同时按键键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已经做了一个 但是其他按钮要长得跟它一样的话 你就不用说还要再拉一个 然后慢慢拉拉拉拉拉拉 那你就是拉好复制之后 然后再去改它的上面的什么 adtest 有没有 这样不是比较快 尤其是等一下我们要讲那个多按钮 这一招非常好用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我们先做类似像这样子 那等一下呢 再来做其他的修正 做出来类似像这样子 OK 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这边的画面 最后的话 我拉举有没有 这边拉举 然后 button 然后颜色的部分 你可以在这边改一下 test color 那如果是绿色的话 你就是用那个16进位置的 锦00 f00 就是绿色的 把字稍微改一下 那再来的话 它的ID 一个叫testshow 一个叫b01 更改的方式的话 非常简单 就是直接在上方按右键 adid 有没有 把这个改成tstshow show OK 按一个确定 然后呢 上面就会更改 这个 这边把它改成什么呢 我们这边是叫b00的 那你就改b00 那记得 你干脆跟我改的一样 不然的话 等一下source写程式的名称会有点不同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第一个请各位先把环境ready之后 再来档案新建一个project 那这个project部分的话呢 它的名称我叫做ch03的multi button multi button 那再来就是说把UI的部分先建好 UI部分的话我们就是在上面放一个testview大的 然后三个button ok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run完之后 再来就是要开始去撰写它的source 它的程式部分 那程式部分就是把它输入上去之后的话 基本上这一个app其实就ok ready了 谢谢大家